哈囉大家好 今天呢換了一個新的場景 這是我們搬家之後的新店面 那今天呢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個家電品牌 那這個家電品牌呢 他拿了一個還蠻有趣的商品給我看 就是這個真空冷脆咖啡機 他這個就是粉啊放在裡面 據說他可以12到24分鐘左右呢 就可以冷脆好一杯咖啡 那一般我們冷脆時間都很長 他可以把時間縮短 然後他也可以脆茶 就像這樣 他會往上往下這樣子 去增加他的萃取 就是這個品牌呢他一開始拿來給我看的一個商品咖啡機 你看像這樣子他就開始咖啡衣會往上往下這樣子 去增加他的萃取率 冷脆 那他有12分鐘跟24分鐘可以去做調整 這個是新商品 下去了 然後再來是他們家的手沖壺呢 顏值很高 然後價格也很親民 這隻壺呢我覺得也蠻好沖的啦 所以他們有漸漸想要往咖啡的產品去開發 那這個壺呢 基本的一些定溫啊保溫什麼件 基本上都有 蠻漂亮的壺 好 那為什麼 今天會去注意到這個電鍋嗎 你轉行的嗎 不是轉行 是我到他們的官網去看一下他還有什麼其他的產品 然後意外發現這個飛碟鍋 他呢就是適合那種租屋啊學生 或者是戶外旅行露營的這種用戶 很方便的一個產品 來看一下他裡面 就是一個收納袋 然後還有一個 這個呢是他的煎鍋 可以放在他上面可以煎 蛋啊火腿啊什麼之類的小東西 然後電線 拿起來就這樣 這麼小 好 給大家看一下呢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鍋很有趣 是因為我之前一直在看一些那種 可以加熱或者是保溫的那種電桃爐 或者是加熱爐 然後我意外發現這個鍋很小 然後又可以達到我想要的那種 可以幫手沖壺加熱或保溫的這種效果 超級小一個 那他附的這個鍋呢 其實就是可以讓你煮那種什麼火鍋啊 部隊鍋這樣放著 然後他有個蓋子 這樣蓋著 你可以煮湯啊煮什麼的這樣 很方便 好 為什麼會去注意到這個加熱的東西呢 會適合用在我們的咖啡器材裡面 因為有很多人都問我們說 他的手沖壺可不可以直火加熱啊 我自己拿這一個這個產品 然後試了一下我們自己的手沖壺 我發現很可以耶 像這種不鏽鋼的壺啊都可以直火加熱嘛 這個電熱爐呢 他中間有一個電源感應的地方 在這邊 那如果你選一些壺呢 是平底的就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那大部分的壺呢 不知道為什麼他的底部都會做一個小凹洞 你有看到嗎 那他放上去會有一個 比較壓不到他把電源開啟的這個深度嘛 那他這裡面有一個尖盤 你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所以就比較不會去挑壺 那平底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放上去 是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再來是這個 飛碟鍋呢 我覺得他蠻厲害的一點是 他可以做到 電壓是110到220 而且是可以切換的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帶出國旅行啊 你就沒有電壓的問題 所以他們應該是有考量到那種 就是到處旅行的人 可以用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 煮水加熱到底要花多久的時間 我們就是用500cc的冷水 然後直接加熱到沸騰 看總共要花多久時間 好這個飛碟鍋呢 他的加熱速度 會比一般的溫控壺還要再慢一點 是因為他的瓦特數呢 只有500瓦 那一般的市售的溫控壺呢 大部分都是800到1200是最常規的 所以他加熱真的是偏慢了一點 但是呢他在保溫上面 我覺得超級好用 很多人都問我們說 手沖壺到底可不可以直火加熱 我們剛剛測試了這樣煮水 絕對沒有問題嘛 那現在要跟大家講的是 有一些烤漆的壺 我們自己測試過了 就是太膜不行很臭 因為他不是防火漆 所以他一加熱下去他的味道極度難聞 然後再來是Minos 這個我們剛剛也拿來煮了一次 味道不一樣但一樣臭 就是他那個漆一碰到熱 真的是奇臭無比 所以呢還是建議 如果你真的是要直火加熱的壺呢 還是要原色不鏽鋼的 或者是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也是 這個是 陶的可以直火加熱 沒有問題 這個也可以明火 不是只有加熱盤啊 所以盡量選這種原色的啊 原色的壺啊 會比較沒有問題 這一隻 好如果你沒有像飛碟鍋這種 加熱盤可以用的話呢 一般的卡式爐跟瓦斯爐 大部分的壺底呢 都偏小嘛 所以他會卡不到那個 瓦斯爐的那個架子上面 那這時候我也發現了一個 蠻好用的產品 叫做 摩卡壺討熱盤 我們直接變那個 家電頻道 這個盤呢 可以直接放在那個 瓦斯爐或是卡式爐上面 然後他可以預防 那種 壺底 焦黑 因為你明火如果直接燒的話 有一些壺底會變黑 然後再來就是他導熱均勻 這產品 我意外發現他超級好用 然後你也不用受限於說 他的那個 壺底啊 卡那個瓦斯爐上面會卡不住 我覺得這個產品 超級好用 其實他是用來那個啦 給 給摩卡壺 直火加熱用的 但是我覺得他用手沖火 還蠻好用的耶這個 推薦給你們啦 以後我們 烤漆的一樣不行嗎 烤漆的當然不行啊 因為這個放上去 他烤漆一樣是加熱 味道一樣是臭 所以 不是只有明火才不能烤漆 我覺得只要是 直接這樣加熱的那個 漆啊 高溫 就會有味道 所以不建議喔 好 以上的 不專業開箱 今天就到這邊 分享給你們啦 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如果有任何好玩的有趣的呢 歡迎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我是Pony 謝謝你看到影片的 那最後我們下次見